字幕君 作词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今年又和大家见面 今年除了我之外 我还邀请了另一位拍档 她就是... Line Sir Hello Line Sir 根本真是多事之籌 继续排入四位老朋友 在电视镜头面前出手之外 年初一夜晚 又发生旺角的骚乱事件 不知道你对这些暴力事件 占二年三感发生的怎样看呢 我担心我们的学生 接触了这些暴力的新闻之后 他们会正是学会用暴力 来解决一切的问题 就像以下这些片段讲 哎呀 阿飞那么好未来 打给他啦 快点啦 快点啦 三个人站在这里都不知道什么 已经去到学校了 你和我站在这里 你刚才说什么呀 我说广东话吧 你不会听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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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间中都会发生一些先后角 继而动武的事件 其实一开始都是一些小小的误会 之后会演变成一些冲突 看看刚才的片段 同学怎样可以做得更加好 哎呀 阿飞那么好未来的 打给他啦 快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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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等了 阿飞都见不到 我见到 我帮我站在这里整个外学生 不如一起去打球 一路等吧 好呀 好呀 我们的学生是非常好动的 有时弯弯下都会发生冲突 大家看看以下这个情况 是不是刺层相识 喂 给我个球 你跟哪里啊 我跟 我跟 好了 同学玩闪避球的时候 一定要扣上这个防波网 避免意外的发生 但是万一不幸 那球真的扔到人 要有礼貌地跟同学道歉 会少很多冲突的 我们一起看看同学怎么做 其实同学出手只是一时冲动 我相信同学出手弄伤人之后 都非常后悔 我们训导组的老师在这里作出呼吁 如果遇到冲突的情况发生 第一时间是保持冷静 千万不要出手 之后就是离开冲突的地点 找我们训导组的老师帮手 记住了 同学记住 形是出于自信 向粗口说不 向暴力说不 有缘 我们下年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